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艾滋病 性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直接性接触传染 间接接触传染 邪门性传染 胎排产道感染 医源性传染等 据统计 90%以上的性病是通过不及的性交而直接传染的 性交时 双方身体皮肤黏膜之间发生频繁而密切的接触 性病病原体也很容易传染给对方 加之必要生殖道具有温暖 湿润的特点 很适宜于性病病原体的生长 因此一旦染上病原体 就很容易生长繁殖 成为性病患者 其他方式的性交如口交 钢交 适应 也可以使病原菌相互传染 在有不结性行为 或者是性伴侣患有性病 以及有多个性伴侣时 出现以下症状 要及时去医院检查 一 男性 如尿品 尿急 尿痛 尿道口有分泌物 阴囊种大等 二 女性 如阴道分泌物增多 有异味 颜色发黄 浓性或血性 外因造氧等 三 男女共性症状 生殖起部位出现水泡 泥滥 溃疡 或出现坠生物 腹骨沟淋巴结重大 在手心 足底甚至全身出现不痛不痒的对称分布的皮疹 而从一次不结性交后 到出现性病的症状是有一段时间的 以下为几种常见的性病的潜伏期 梅毒 二到三周 腻病 二到十天 催泌均性药到盐 一到三周 尖锐湿油 三周到八个月 平均三个月 生殖起泡症 二到二十天 平均六天 软下肝 二到三十天 一般二到五天 性病性淋巴受牙肿 六到二十一天 平均七到十天 另外 除了以上疾爱滋病 这八种国家重点防治的性病外 像乙型肝炎 低虫病 结疮 阴湿病等 都可以通过性接触传播 也都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性病 避孕套虽然在预防艾滋病和性病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对于尖锐之油 梅毒 非炼菌性药德盐 生殖起泡症 软下肝 性病性淋巴肉牙肿等 可通过皮肤接触而传染的性病 效果是十分有限的 因为避孕套能隔离的部位有限 性胶师即使使用了避孕套 但是却避免不了溃阴 复毒 肛门等部位的皮肤接触 仍会受到传染 因此 只有保持配偶间的忠诚 远离不结性交 才是预防性病的最好方法 图片来源于网络 转载请著名作者 北京地坛医院刘彦春 否则谢绝转载 新浪微博地坛医院刘彦春微信公众号 春阳HPV讲堂微信小助手 205-708-6725-QQ 205-708-6725 刘彦春 北京地坛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 副教授 医学博士 最高人民法院法医鉴定组性病专家 全国子宫颈癌防治协作组成员 北京首批256位医学科普专家 研究领域 性传播疾病 尤其对HPV病毒感染造成的各类尖锐石油和宫颈疾病 与性下生殖导感染 艾滋病 常见皮肤病